据媒体进球王的报道,曼联民宿加里内维尔近日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在采访中,加里内维尔表示穆里尼奥奥,需要得到高层的支持以继续曼人。 加里内维尔同时展望了曼联队的未来,曼联在在惊吓转会窗口也见了弗雷德与达洛特,但是穆里尼奥仍然觉得不够,并表示这样的演员会让新萨迹困难重重。 曼联在昨天晚上客场与布莱顿的比赛中,以2比3败下阵来,比输球更让人担心的是曼联在场上表现出来的状态,进攻毫无章法,防守漏洞版出。 据外媒体的报道,穆里尼奥奥在惊吓转会窗,希望眼睛的托比与马奎尔都没有来到曼联。 黎德洛夫与伯利的搭档在对阵布莱顿的比赛结束后也放收购片,对此,加里内维尔说道,这是穆里尼奥奥来到这里的第三个赛季,我觉得他会因为自己没有在转会市场上得到足够的支持而感到失望。 你不能留下一个完成了75%的房子,你需要把它建好,然后你就可以卖掉一些球员或者租借一些球员,没人能够接手只搭建了一半的房子。 在福格森离开后,麦联就在转会市场上就一直存在问题,在范加尔和莫耶斯执教球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,你花的7亿英镑,里面可能只有3年5亿,这4亿是没有被浪费的。 但是这并不关系到金钱的价值,莫里尼奥需要更多的资金,他做的事情俱乐部都看得到,俱乐部也应该给他足够的支持,你在某个事情的过程中不能半途而被。 他们需要为了他们的目标而前进,我相信事情会变好,麦联会变得更加强大,在未来麦联也会变得更加不好对付,我相信球队在赛季结束时会进入联赛前4,但是进入联赛前4一,只都不是衡量麦联俱乐部成绩的标准,麦联俱乐部总是用英超联赛冠军来衡量自己的成绩,目前来看麦联很难获得联赛冠军,当然目前 联赛仍然处于早期阶段,不过目前麦联队看起来不是非常出色,就像我们看的之前对阵布莱顿的比赛那样,放掉这些事情吧,不过四名后卫的水平可能,不支持球队获得英超冠军,我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,我们的守门人是世界顶级,中场有弗格巴,马蒂奇,弗雷德,在前场我们有卢卡库,马夏尔,桑切斯, 拉什福德,林加德,马塔,我们在这些位置上有一些好球员,但是我们后防线上的四名球员看起来总能制造一些问题,他们也总是被别人击穿,后防线看起来没有非常厉害的球员,这也是问题所在。